大家好 我是阿Kym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申子时间》第十五集 今天是讲这个八字里面的四柱 我今天就用我今天的时间 现在是2017年10月19日 现在是下午的5时49分 我们就建了八柱 八字出来 今天的八字 我们经常都说八字八字 究竟中国的八字是讲什么呢 除了五痕之外就有四柱 四柱呢 譬如我今天就拿了四柱 譬如我现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宝宝 一个八字 大家知道一个时间有两个小时 中间当然有些trick 有真太阳时间 而这个真太阳时间 当然不是我们就这样用公式去计 因为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师傅 很多时候我们计算的 就算用《申宝人时间》计算 还要计算Latitude 还要计算很多其他的因素 有很多时候 就算一个客人给一个八字我们 我们都不是真的 会直接用那个时间的 因为大家记住一件事 在现今的科学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出生的小朋友 很多时候都会说 在医院里面 会写下他几分钟 几分钟出生的 但是呢 在以往 譬如说 如果你说 已经去到现在有五六十岁 或者是四五十岁 总要看哪个国家出生 有一些地方 他们未必有登记得那么清楚 也有一些 就说 搞错了 大家都会知道 有时候小朋友 有时候在初生婴儿 放在小朋友的BB房里面 都会有时候吊乱了一些小朋友 又或者甚至乎一些时间出错 那我这里绝对 Akim在这里绝对 不是批评一些医院里面的护士 或者医护人员做事失职 或者怎么样 就是纯粹就说 有时候 就是错误一定会有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算一个客人 给多一个八字我们 我们都会 去看一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那个八字盘呢 我们会认一认 对一对 看看能不能够 所以我们会先说一说 过去的东西 然后再说将来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只说将来的东西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我一直都强调 如果要算命的 就要算中心 算一生人的 就不是单单靠榴莲 或者是十年大运 因为榴莲 你只是说当年的东西 当那一年 那一年里面的东西 那过了那一年 那一年 譬如说 说得不好听 衰得趴在那里 又或者过了那一年 好得很好的 有些人是面对着离婚 或者要有其他原因 结婚结不好 结不结好 出不出过好 转不转工好 那你就说今年是没有意思的 你要说下年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一看 会看整个人生的 所以很多时候 外面 就会有些人说 其实阿Kym收的价钱 绝对不是便宜的 在这行里面 那我也不是收得贵的 老实说一件事 但为什么一定要算中心呢 因为如果你批了一生人 你可以由小朋友 比如说BB仔 一直看到你中年 比如说少年时间 读书 然后看到你工作 然后感情生活 各方面 然后去到老的 你哪一方面要特别小心 或者气观 或者你的生活 应该如何调整 会更加全面 就好过单单靠那年楼莲 就说 冲啊犯太岁 其实说真的 人生不如意的事实上八九 有多少可真是一帆风讯 说真的 即使你是一帆风讯的人 就算好像我们以李嘉诚为例 李超人 他都不是一帆风讯的 他做生意都曾经经历过失败 激烈过无数次的失败 但他依然就很努力去奋斗 当然他是成功的 即我们有经常都会说一句 就是有些人是失败九次 最last那次的成功 ok 他得到 他是ok了 有些人就每次 搞什么都行 9次成功 最大 放到最 最下跌最大的 他可能投資下去 最大的 就第十次的那一刻 就输了 所以这些就 真的要看很多东西 那今天很来简单 廢话不多讲了 那今天就会讲一些 我们有些简单的东西 以今天为夜 我们拿一些有时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可否看不看得到 因为这个DIY的片子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 这里有时间 这里有四条柱 实际上我们的书名绝对不是用四条柱 因为我们还要砍下去 榴莲大运 还有一个 要逐条柱 还要看公位 所以你不是单靠这四个字 有些人说如果我没有时辰 我时间搞不到 就没了条柱 只剩六个字 你要明白就是六个字 当然就未必可以算得那么准 要靠你找那个师傅去推 去推断过去发生什么事 因为有时他们会有合化 有些人是拱局 有些合化完再化 有些是说什么 当然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强弱命 实际上对阿坚来说 我就已经不用强弱命了 因为强弱命是没有意思的 有时是一些 你明明的名价是强的 但到了某一些榴莲大运 或者某一些大运 根本就已经搞得好弱好弱 已经是很多东西化完 合了 或者怎么样 还是化成了一些忌智 或者怎么样 你的名价根本就已经不是 不算叫强 就是一般 或者甚至会更差一点的 所以用强命、弱命这件事我自己认为 当然外面有很多权威 永远会用一套形式就是一个工程式 大家可以试问一下一件事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用一样工程式去计算 不需要风水师,用电脑计算就可以了 电脑网上上网排盘计算就可以了 需要付钱,对不对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很简单而已 如果一样东西电脑化的,你会计师也不用了 进入所有税务条例,怎样扣,怎样扣 不需要回计师,也不需要医生 因为医病也可以用电脑去医 用电脑的方程式可以计算 你是得了什么病,吃什么药 不用找医生 人始终是人 大家要明白,发明电脑的人也是人 好了,我们回到正题 我们现在讲了 第一件事,这个我们首先在这里 这个是连柱,这条是连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丁酉 因为今天是丁酉连,丁酉连 然后这个月就是根缩 根缩的月份 今天就是几乎 几乎日的,这个日 这个日就是说日,是日 这个年月日 这个当然是时辰,时间 就是贵有的 好了,那你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一定这样排 不一定的 这种排法是台湾式的排法 但是中国式的,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用我们传统中国的排法 就是连月日时 记住,是连月日时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是用台湾式那种 就是阿KIM习惯了 其实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 只是自己用自己,就是好似风水 比如说各方面,述数 我们有不同的派别 有很多主要的派别 只是其实很简单 你不能说是狗仔色 就是好自由色点 还是蛙色好点 还是蝶蝶漂亮点 还是什么 各有所长 只不过你自己用一套 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最拿手的方法 适合你自己的 你觉得舒服的 用那套方法去做 OK 那我现在就讲了 阿KIM习惯了用台湾式的 OK 我觉得是方便 因为我们写的通常是由一面写过去 中国方面 这个也比较流行一点 其实现在 OK 就是由连月日时 好了 那我们想说连 连是什么呢 连就是那个连 连是可以看到你的性格 连还有一样东西 是说你的祖父母 OK 那这个 好了 这里就是一个月 越是看什么呢 越是看你爸爸妈妈 还有你有没有贵人 当然他们还有些神沙 我们可以放在不同的星 不过现在我没有讲到这么复杂 用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这些都是基本功 其实人们都知道 OK 那 做一些参考 因为你们未必需要做 你们不是来做一个风水师 其实只是一个 basic idea 一个concept 你会知道究竟八字是什么 OK 那这就是八字 所以我们就叫八字 OK 那英文我们叫做 Four pillar Four pillar of destiny OK Four pillar Pillars 一条Pillar 两条Pillar 三条Pillar 四条Pillar OK 那我们呢 这个是日 日处是讲自己的 那这个呢 这个是自己 那下面这个是什么 下面这个就是夫妻公 夫妻公就看你 OK 那女的 这就是夫公 看丈夫的 那男的 看妻子 看他太太太 那这个看爸爸妈妈的 或者父母 自己的父母的缘分是怎么样 好不好呢 有没有计划呢 还是计划的呢 OK 那这里就是这个事柱 事柱呢 我们通常一般来说是看子女的 OK 那除了看子女之外呢 还可以看老婆 看你 例如你老板 你请一些人 你请下属 他能不能帮忙呢 OK 那这里就是 我们通常一般来说是看子女的 可以看这件事的 那好吧 那这里 那我们呢 都可以呢 将它这样间间开它的 譬如很简单 我们还可以这样画开它 那画开它 有些人呢 就会看到呢 就说呢 那些是这个地下的 这个露出来的 是看到什么露出来 这个什么 那一般来说呢 呢 我们以这个月令呢 就为热归的 就是这个月令 这个很重要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呢 是那个父母 那你想想 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父母的嘛 人和妈妈 爸爸 父母的关系 的情缘 DNA 各方面 都是很紧密的 所以在八字里面 也看得很紧密的 八字除了看这个日处之外 看到自己的夫妻呢 黏着自己的夫妻工之外 还更加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这个 做爸爸妈妈这个父母工的 这个工的 这个工的 那当然了 有没有贵人在旁边 帮到呢 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究竟他 有没有一些敌人 一些忌神 在附近的 那有时候所谓的忌神 有时候是 我们用一样东西叫合化的 就像chemical chemical reactions 那这一样东西 就会将一些东西 可能你很幸的 就将一些忌神化了 化成喜神 那不好的 那就将一些 好的 就将一些忌神化为好神 化为喜神 如果不好的 就将一些 你要的东西 一个喜神 就化为一个忌神 那就当然最不好的了 凡事都要看完 究竟大运是怎样的 有很多样东西 但记住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即使阿Kim 你不要说到任何所谓的 迪天水 毁千里 万年英 那些书 很多一些这样的书 其实坊间是大把书 但基本上 如果你要批得个命的 你要收钱去看得个命的 我就奉劝大家 最起码 你都要看得到三万多个盘 你要是很详细地去否释 就像一些解否法衣冠 你可以很简单地 将一条丝劏开 只是拿他的心肝脾肺神 出来看一看 开脑 但你也可以很详细地 连脚趾 连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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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很多很多 连脚趾 整股皮 剥了 连脚趾 神经那些 都拿出来看 都可以的 真的 连耳朵 反转脑 眼里面 再解否谋开 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视乎 就是说 你那位算命师 给你做多少 这些做多少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来说 就算租个office 就是 串土成金 就是这样 再加上时间 时间也是 也是钱 也是资源 很多时候就说 你要别人做事 做得很details 当然一定 收费是不会便宜的 很简单 一件事 你没可能2000元 帮你算了 这样多 这件事 我想网上算就可以 也都外面坊间 有一些叫做 有很多软件 有些软件 就写出来 可以January 整本寶 一本书叫命书 做得很漂亮 可以打完公司名 下去 那套软件 都是七千多元 其实在台湾出的 一套很有名的软件 大家如果有研究开完学 都知道我说的 知道阿Kiem 所讲的什么 甚至有很多神沙 有些可以跳走勾出来 我见到市面上也有一些行家 是编一本这样的东西 就是收人家可能两千万 就算了一心人 其实是用电脑算的 是一个软件 但是我自己 阿Kym就依然坚持一件事 就是用人手去算 因为人手算我们可以tune 我可以搞一件事 就是客人给一个时辰我 我发觉那个时辰不是他出生的时辰 或者是有些问题的 我会用回我认为的 我会下判断 我会下一样东西 就等于有人有病去看医生 去看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未必是等于 你认为是这样 就算不同专科医生和一种病症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判断 有不同的看法 曾经有些人的命格就是 他找三个算命师 三个人算出来 都是有不同的各词 各有几件的 没有一面倒的 你记住大家 好了 这里就说到我们有这些工 这里就是露出来的 这些是下面隐藏的 隐藏的 这些其实很简单 上面有十个天网 分别有甲乙丁 无几斤人贵 然后下面就有十二身肖 地脂 早期是圆 十二身肖 大家也都知道 有这个 有一个紫草 任某层致 五味生油衰 海 但很多时 对于一些本身不是研究八字的人 可能他们会说 你在说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像这个柚 柚就是只吃鸡 柚就是只吃鸡 衰就是只狗 柚 柚就是兔子 柚就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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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独犀 记住 柚我画的 是柚 好了 反过来 如果是中国式的 我国那种 就刚刚反过来 那你要看清楚 日元在哪 日元在哪 日元在自己 自己的造 这个叫做命 我们有分为 鲲造 和铅造 铅造就是指男人的名 那个名主是男人的 我们会说 铅造 如果是这个 女士的 我们会叫鲲造 或者我这里也写一下 或者你知道我说什么 铅坤 有一个铅 就是铅龙王的铅 或者有这个铅 因为没有架 手都震了 我只差一点 不是很稳 另外 造就是这个造 就是指造命的造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的尺度 或者我放近一点 大家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OK 那好了 那我们今集就先说到这么多 那如果大家 比如说 对于这些白字命理 或者是真的 比如说想找 阿Kim算的 也可以是考虑一下 就是 比如十年大位我都做的 但是榴莲 我就会比较做得少一点 因为我觉得榴莲 说句真心话 榴莲我真的觉得 做你就意义不大 因为一样东西就是 你只看那一年 那再加上 最好就是做一个中心的 就是一世 那你就提足了 可以逐格逐格 去看一下 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我会比较详细一点 因为我奉劝的 因为其实 现在做一个 譬如说 你去选一个中心的 都会比较 很多都会做得很detail的 其实在市面上 我相信 那OK 那今集时间是这么多 那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上我的website 我的website就是 kimsinchin.com www.kinsun chwe.com 那或者在影片下面 在YouTube那里 你也会看到很多details 那你们可以上我的官方网站 又或者上我的YouTube 我的official YouTube里面 那也都会看到很多 我有关于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有我那个 新知智库 更加会讲一些各方面的常识 不論是法律上的常识 或者是医药性的 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东西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新知时间来的 OK 那就是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灵异录 那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特别看看 B4何的那个环节 B4何就会 阿Kin会做一些东西 去解释一样东西 就说 不是什么东西都跟鬼神有关的 千万不要一样东西 就推在鬼神那里 其实人在做 人是会在人的世界里面的 就没有必要 什么东西都说 是把任何东西都放到鬼神那里去说 那当然人是会有宗教 那好吧 那今天的时间就是这么多 那首先多谢各位收看 那就拜拜 下次再见 嗯